新古少棒隊已經創立將近30年 參加國內外比賽常常獲獎 能夠不斷創造佳績 其實得歸功於平日的努力 就算是寒假就算是下雨 棒球隊員仍然持之以恆 到學校努力練習 一棒用力揮出去 逢手員一個賣力跌倒皆殺 這精彩畫面的背景還是雨天 他們是新古少棒隊 都會來練習 跟大家一起練球很開心 在寒假花時間到學校練習 絲毫不覺得痛苦 因為他們懷抱著熱情 在雨天也不停歇 訓練自己的實戰經驗 這些小學生平日上課 每天也都會花上三四個鐘頭來練習 學校少棒隊的訓練課程 做好做滿 也難怪他們能夠屢屢獲獎 學校設備跟設備環境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應該算是新北市來講 應該算是屬一屬二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我們大概也是希望說 可以借為這樣的環境 然後去吸收更多好手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球隊 可以永續經營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的民氣 可以越來越大 運用學校環境 再加上專業訓練 新古少棒隊從77年創立到現在 時常出去比賽獲獎 還曾經到美國大陸等不同國家比賽 冠軍 季軍都拿到過 他們這回練習 同樣是拼盡全力 從寒假開始 會一路練習到過年前 從中就能看出 能一直保持著好成績 真的是愛病在牙 記者放假感連續三重 創不倒 絕好